提到三国,就不得不说诸葛亮这个非常厉害的人物,当年刘备为了请他出山,不惜三顾茅庐,诸葛亮也是不负所托,在龙中就提出了三分天下的决策,随着刘备一起讨伐天下,开始共创大业,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,为蜀汉奉献了毕生的心血,刘备死后自己更是独揽朝中大权,后主刘善天生智力缺陷,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选择自己称帝呢? 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,诸葛亮在三国演义的描写中,可谓是料事如神,连何时起风何时起物多,算得一清二楚,早在出山之前,就把天下大事尽收眼底,也对国家未来的发展,做出了精准的预测,这么有才能的一个人,没理由不想着自己成就一番大事,刘备的死,对于他来说,算得上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,但是却因为这三个人,诸葛亮不能自立为帝, 这三人分别是李延、赵云和魏延,李延也是刘备手下重要的谋士之一,和诸葛亮同为白帝城脱孤的重臣,刘备死前一年,就将李延升为上书令,负责国家的军事政务,目的就是要让李延和诸葛亮相互牵制,避免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,威胁到刘家的政权。 所以刘备还是早有准备的,魏延是蜀国后期少有的能拿得出手的大将之一,是直属刘备的亲兵,魏延的战斗力不比关羽等人弱,但是一直没受到重用,因为他的性格孤傲,和同事们合不来,诸葛亮也是很忌惮魏延,一直担心他坏了国家大事,所以要花很多的精力在魏延身上,最后一个人就是赵云。 很多人都觉得赵云在刘备手下没得到应有的待遇,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,刘备对赵云是很重视的,不让赵云做大官是为了让他平衡蜀国内部的实力。 再加上赵云对刘备忠心耿耿,刘备死后还交代了赵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,就是把那些对蜀国有威胁的人全部铲除,赵子龙这长盛将军的名号自然能镇住不少心怀鬼胎的人,假如诸葛亮有谋朝篡位的想法, 首先就要先搞定这三个人,这就要浪费很大的精力,而且这三个人对于蜀国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人物,想必聪明人都不会做这种蠢事。 公元263年,司马昭下令奋兵三路法蜀,当时诸葛旭出师未解,先被忠惠用一辆球车送回了洛阳,忠惠自己则被姜维死死地拦在了剑阁。 能够发挥作用的,便只剩下了邓爱一支,而邓爱选择了偷渡音频,不但被姜维提前料到,后主刘善也安排了诸葛瞻迎敌,可是诸葛瞻连战连败,不但丢了浮城,民主等地,让邓爱长驱直入,还带着一群名将之后,战死当场。 因此,很多人抨击诸葛瞻无能,认为他浪费了诸葛亮强大的基因,其实这一点,有些冤枉诸葛瞻了,毕竟他基因再好,也需要有人教导才能成才,可是诸葛亮去世的时候,他才看看八岁能够学到多少东西呢?说到此处,可能很多人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。 那就是诸葛亮去世的时候,都已经五十四岁了,他的儿子才八岁,也就是说,他四十六岁,诸葛瞻才出生,他之前干什么去了?是因为刘备四十六岁生刘善,所以想要效仿自己的主公吗?答案自然是否定的,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这么晚才生孩子呢?提起诸葛亮的妻子皇室,大多数人都仅有两个印象,一个是智慧,毕竟传说中诸葛亮发明牧牛流马等物,都有皇夫人的功劳,另一个印象则是丑, 《襄阳记》记载,他的父亲黄承燕形容他说,身有丑女,黄头黑色,再加上他们成亲,算是一种家族联姻,感情基础几乎没有,所以诸葛亮不想与皇室过于亲近,是很有可能的,当然了,他真心喜爱黄月英的才华,两人夫妻感情甜蜜,只可惜黄月英不能生育也是一种可能性,而诸葛亮那妾为这两种说法提供了侧面佐证,说到此处,也许有人会说,在那个时代, 那妾是在正常不过的行为,诸葛亮身居高位,那妾并不能说明什么,可是诸葛亮写给李延的信中提到,金序财无余,妾无妇服,意思是说,自己的妾是只有一身剑客的衣服。 由此,我们可以看出,诸葛亮果然家无余才,试想,这等情况下,若非迫不得已,他会纳妾多攻一个人的开销吗? 所以,他纳妾的原因,很可能与正式无处有关,诸葛亮从出山起,一直为刘备兴富汉氏的大业而努力,可谓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,闲暇时间少得可怜,再加上刘备阵营一直战势不断,他一边要负责后方的稳定,一边还要随时准备支援前线,不但忙碌,压力也非常大。 这等情况下,估计他的睡眠时间都是有限的,生孩子什么的,就更顾不上了众所周知。 在封建时代,女子的地位极低,很少有女子能够在史书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,所以,如果诸葛亮再生诸葛詹之前,生过几个女儿,除非他的女儿有一才,否则是不会被记载的。 另外,还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上位者都多疑,刘备也不例外,诸葛亮知道刘备的志向,也知道自己应该会被脱估,试想。 如果他有属于自己的后人,那么刘备还敢百分之百地信任他吗?答案自然是否定的。 而如果他没有子嗣,刘备就能放心很多,所以在刘备生前,他一直没有儿子。 直到刘备去世数年之后,诸葛詹才诞生,毕竟在封建社会,半君如半虎,就算诸葛亮本身没有二心,他也不得不小心谨慎,对于以上几乎可能性,你更认可哪一种呢?一起来讨论一下吧。 但凡说诸葛亮是全臣,必定会招来一堆味道是反驳,甚至言辞攻击,好像觉得他家祖坟一样,因为动着他们的敏感神经,你的认识和他听到印象不一样,比梵天条还严重,然后各种诛心之论就扑面而来。 总之,你是不能说出不一样的说法的,他们的认知已经超出对历史人物的正常评价,已经类似于宗教信仰的范畴,不管怎样,你就是不能说,外事以为全臣不是洪水猛兽,只要手握大权就是全臣,但是全臣和忠臣不冲突,全臣加忠臣的人多了去了,譬如霍光、赵顿、张居正、伊尹、周公等哪一个不是权势熏天,但哪一个不算忠臣,论忠心,比诸葛亮也不遑多让,论权势。 能比肩着没几个吧,全臣,现在大家的印象中都是应该是奸臣,这种印象是根深蒂固,因为文学产品和民间传说的天油加速更加让这一印象具体化,这一标签被特殊群体占领。 于是,曹操、王莽、司马懿、宇文护、杨坚、朱温等一堆人成为全臣的代表人物,这一些人的核心就是大权独揽,然后不失时机地篡权窃国,他们危害了皇权,所以视为奸臣贼子,似乎危害皇权或许就可以认为是全臣,但是一个人没有大权也有可能危害皇权,手握大权也有可能维护皇权。 也就是说,定义是不是全臣只需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危害皇权,貌似这样简单的多了,但是实际上这是错误至极的观点,危害皇权的人多了去了,譬如,施杀皇帝算不算危害皇权?命都没了,还权。 可是,很多皇帝最后死给了宫女、厨子、侍卫,这一些也算全臣,当然不算最底层的奴仆庸人而已,譬如完颜亮、叶绿井、司马耀等都死于小人之首,全臣这个词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,在燕子春秋中就描述了什么是全臣,竟有车百胜之家,此一国之全臣也。 显然,全臣指的是有权势的大臣或者十亿风君,这里的全臣只是一正常描述,不带任何感情色彩,如果否认诸葛亮不是全臣,那么多的权力、职务,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难道是假的,整个蜀汉流被死后? 几乎事无大小,都由诸葛亮决断,如果这样还不算全,怕不是瞎吧?难道是,当一个臣子,逾越分寸,威胁黄泉的时候,才算全臣,这时候的全才管用,显然不是这样的,而是有了觊觎之心,才被当作全臣,这不就是使乱中气,掩耳盗铃,只看见自己愿意看见的东西,所以,诸葛亮算不算忠臣?算。 算不算全臣?算。但是全臣不是奸臣,他自始至终都是维护汉世正统,为光复汉世而努力,他的忠心不是假的,大权给予一身也不是假的,是忠臣也是全臣。